以色拉记第七章 这些是以后 波斯王亚达薛西在位的时候 有位以色拉是西莱亚的儿子 西莱亚是亚萨利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 沙龙是萨都的儿子 萨都是亚西图的儿子 亚西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亚萨利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 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 乌西是布基的儿子 布基是雅比书的儿子 雅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 菲尼哈是以利亚萨的儿子 以利亚萨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这位以色拉是一位经学家 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赐给摩西的律法 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所以王赐他所求的一切 他就从巴比伦上来 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 一些以色列人和一些祭司 立位人 歌唱的 首门的和做殿意的 和他一起上耶路撒冷去 王第七年五月来到耶路撒冷 正月初一 以色拉开始从巴比伦上来 五月初一来到耶路撒冷 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因为以色拉专心寻求 研究耶和华的律法 并且遵行 在以色列中教导律历和典章 亚达薛西王颁发御旨给以色拉 以色拉是一位祭司和经学家 精通耶和华的诫命 和赐给以色列之律历 御旨内容是这样 诸王之王亚达薛西 赐御旨给以色拉祭司 精通天上神律法的经学家 愿你平安 现在我下令 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中 愿意上到耶路撒冷去的祭司和立位人 他们都可以与你同去 你既然是王和他七位顾问所派去的 就要照着你手中神的律法书 查查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 你要把王和他顾问甘心献的金银带去 奉献给住在耶路撒冷之以色列的神 也要带着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 连同人民和祭司甘心乐意 献给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礼物 使你可以用这些银子 审慎地购买公牛 公绵羊 绵羊糕 以及与祭生同献的宿祭和奠祭 现在耶路撒冷你们神的殿的祭坛上 剩余的金银 你和你的族人看怎么办好就怎么用 只要照着你们神的旨意去做就是了 至于交给你为你神殿中侍奉用的器皿 你要放在耶路撒冷的神面前 如果你需要支付你神的殿其余的费用 你可以从王的库房里支付 我雅达薛熙王下令 给在河西那边所有的库官 无论以色拉祭司 这位精通天上神律法的经学家 向你们要求什么 你们都要审慎照办 他可以要银子3400公斤 麦子100公斤 酒2200公升 油2200公升 盐却不受限制 天上的神命令的 就要为天上神的殿热心去做 免得愤怒临到王和王的子孙的国 我要你们知道 凡是祭司 力为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做殿意的 和在这神的殿里做仆人的 都不可以向他们征收税款 贡物和粮食 至于你 以色拉 你要照着你手中神的智慧书 委任法官和官吏 治理在何西那边所有明白你神的律法的人民 那些不晓得律法的人 你要教导他们 不遵守你神的律法和王的律法的 就要审慎地判决处分 或是处死 或是放逐 或是没收家产 或是囚禁 以色拉说 耶和华我们立足的神 是应该称颂的 因为他把这样的意念 放在君王的心里 使他修饰那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的殿 又使我在王、和谋士 以及王手下有权势的领袖面前蒙恩 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 我就有勇气 召集以色列中一些首领 与我一同上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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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